好了,回來了,希望大家幫忙點贊,訂閱和分享 現在先講講韓國的同軍大路營 其實這是世界時溝的大路營 不是時溝旦旦旦,是大路營 第25屆世界同軍大路營 8月1日在韓國全羅北道 新萬金舉行 其實是高溫天氣 有幾百人中暑 為什麼會有幾百人中暑? 主要原因當然是因為太熱 我認為他們沒有做好準備 如果你是很熱的時候去露營的話 一定要有降溫措施 要準備很多水 這是很重要的 當然是準備不足的情況 英國、美國和新加坡的代表團 離開了這個營 昨天香港同軍總會在社交媒體專頁說 雖然營地持續是炎熱 但是代表團各成員都能在健康和安全情況 繼續參與 香港同軍總會就說不考慮離營 但是他們的管理團隊 就會持續高度重視和監察營地的天氣變化 營地的設施運作和成員的健康狀況 也會與香港特區政府保持密切的聯繫 一切都會以青少年成員的安全和健康為首要考慮 其實營地的大陸營其實是很空曠的 營地是很空曠的 營地是很空曠的 但是 就算是很空曠的 你也有辦法降溫的 當然不可以說在帳幕旁邊開一部冷氣 這些當然是不像實際 但是你說 怎樣降溫 其實通常都是用水 那些而已 其實你始終都是吃水的供應 基本上是不停的 香港他們的管理團隊其實會看實 大陸營大會公佈了什麼措施呢? 他就給水和電解質補充劑 也給陰涼通風的休息區 以及冷氣場地和冷氣巴士 那些在營地那裡整了 其實那些冷氣場地那些 是救得一時的 如果你有一個冷氣場地 那些人都湧在冷氣場地那裡 這樣就可以 但是其實周邊的地方都會很熱的 那他有冷氣巴士那些 人家受不了 那就去冷氣巴士吹一下冷氣吧 這個大陸營就搞到12號 其實你說有幾百人中暑是不是很嚴重? 那我就跟大家說不算的 為什麼呢? 因為他有四萬三千個同軍領袖 以及成員參與的 那麼 香港同軍總會的代表團 有四百六十幾個同軍 12天的活動 是會參加的 那麼 喂 現在這麼熱 很嚴重的 其實我也說過實話 有時候也沒有辦法 天氣是熱的 如果是三十幾度的時候 有些國家的人真的不習慣 我舉個例子 就是 你英國人 你35度的高溫 其實他們肯定是不習慣的 這是現實的 因為英國的熱極都是三十多度 那麼 那麼 我坦白說這些沒有辦法 因為熱死人在韓國 這樣 這個 這件事 又是沒有辦法的 為什麼我說 死人是沒有辦法的 其實不只是韓國熱死人 其實今年很多地方都是熱死人 今年 地球先生告訴大家 他是病了的 不過 我也要說 地球先生是病了 但是很多人的情況 就是他們不理 這個地球先生是病了 他們每一次看到別人有事 他們就出來恥笑 但是這些事情是沒得好笑的 我告訴大家 因為天災的事情 其實 只是說不幸運 很容易輪到你 其實是天災的事情 當然很多人都說 不是啊 天災關我鬼事啊 這樣 幸運就不關你事 不幸運就浸到你家門口 其實這個世界就是這樣 但是你好不幸運 基建做得好就一定沒事 不是的 基建它只能夠設計 百年一遇 或者二百年一遇 現在正在發生的事情 是很極端的 其實很多氣候變化的事情 你自己看得到 很多事情 其實問題是很嚴重的 其實是 那麼 在這麼嚴重的情況下 譬如 三天下了一整年雨 整兩年雨 應該這麼說 三天下了一整年雨 或者兩天下了一整年雨 有些地方是 如果是這樣的狀況 你什麼基建都會死的 現實就是 除非你 做的基建 可以抵禦 萬年一遇 譬如 我舉個例子就是 你每建一間屋 在一間屋下面 就建一個大水缸 每一次下雨 那些水都會蓄到水缸 下大暴雨的時候 才慢慢再滲下去 排水系統 慢慢再抽出來 放進排水系統 要這樣才行 你說有沒有可能 我舉個例子 有沒有可能 那 這事情太遠 如果發生在中國的黃友 就少了 其實黃友少了很多 我也要說 現在 極端友是越來越少的 我認為極端友是越來越少的 很多人都回復正常生活的 那 你說今次打風 吹不正香港 其實我早就預料是吹不正 因為其實 你看到的 那些天氣圖 其實是有得看的 那個走勢是看得到的 吹不上香港 其實有些網友就說 不是的 一定是打八號 沒有的 有時候 你看到那個 就是風球 你可以看得到 大概那個走向是怎樣 那麼 其實香港是幸運的 我也要說這個地方 香港有一件事 比其他地方好很多 就是 香港的底子很厚 就是說 香港現在是不是開始有些不好的情況 就是說我講清楚一點 有些不好的事情 只是有些苗頭而已 只要 就是 政府做些事情 從政的人 不要亂搞 或者從政的人搞一些好事 其實香港 就什麼事都沒有 所以我們才拿出來說 如果香港是必死的 那我拿出來說 也會多餘 對不對 有些人當然連河北水災都拿來笑 那 這個 我覺得是很差勁的 我也講得很清楚 其實 美國水災 我每一次講 或者 旱災 我也跟大家講 這些事情 不要以為只是美國有 這些事情隨時在其他地方都會發生的 所以 就是 我也跟大家講 有些事情 就是 就是 不可以笑別人 就是你可以笑別人 但是 要遇到 就是 這些天災 有可能在自己身上發生的 好了 那 強姓她就說 我老婆的客人住在河北保定 原來 災情比北京好多 城區邊緣全部勁水 浸死很多人 他們的說法 現在 我又說一下 這件事 現在有一個說法 就是說 他們河北 為了保北京 所以浸到趴街 這個說法在BBC也有報 其實是不是呢 我拿一些地圖給大家看看 你看一下 就會知道 這些事情 有沒有道理 我其實很不喜歡 有些媒體在亂說 有些人在亂說 包括 河北的省委書記 他出來說 為了保住首都 我們要挺住 這些說法 是陷北京於不宜的 真的 絕對陷整個北京於不宜的 整個北京市 所有人 北京市是一個多少人的地方 是一個兩千多萬人的地方 兩千多萬人口的地方 就是 河北省 就是 省委書記他亂說 我看到我是很生氣的 當然 我一定要說清楚 我不是偏袒北京 也不是偏袒手刀還是怎樣 而是事實上要看一看 究竟 那個 洪水管理 治水管理的佈局 是怎樣 還有為什麼有些 可以治水的基建 為什麼一直在河北和北京附近的地方 是無法建立的 為什麼我會解釋給大家聽 這些事情 其他媒體不會告訴你 我就 上司 告訴大家 我都不能夠說我很了解 我不能夠說 我完全認識 我不會的 但是 有些事情是可以拿出來和大家說的 那麼來到這裡 休息一會 回來 就講一下 河北北京 就是中國北方水災的問題 其實現在很嚴重 現在 其實連河南也是 就是 受到影響的 因為其實那個 暴雨 影響的地方很廣泛 就是有很多人 說 就是 就是 沒事的了 我就告訴大家 不是 其實現在 氣候反常 其實是很大的問題 其實之前有一年 在鄭州都是出事的 之前在鄭州出事的 我也說過 他們的基建 是沒有辦法抵禦到 那個雨量的 其實要不要想辦法 去再做多些事情 可以蓄住水 即是蓄洪那方面 可以做多些 再做就沒有什麼成本效益 其實問題就是這樣 就是為什麼有些基建 不會搞就是沒有成本效益 他說引命之相 但是始終說到底 你還是要計成本效益 如果你不計成本效益 你借到周薪債 那個國家也是不行的 就是我講句實話 就是有很多情況下 其實 我舉個例子 就是我們這裡之前 年初的時候也是打風 就是很少人就會說怨政府 為什麼說很少人怨政府呢 就是因為 大家都知道 那條河的政府 是沒有基建在上面的 是控制不了那些水流的 是沒有可能控制到的了 就是人是控制不了的 所以到最後就是有些房子被人沖走了 有些人被水弄死了 沒有人罵政府的 但是 我這個人不只是經歷過一次這樣的事情 我在別的地方也經歷過 我在澳洲住的時候也經歷過 在布里斯本曾經歷過 有一件事情就是這樣的 就是 我多說一點點 借一點點 就是 他是大水災 但是他就有 一些水壩可以控制那些水流 結果 就是 被人浸了那些人 就是被水浸了那些人 就出來說控制水壩那裡有問題 其實 這些事情 我就跟大家說 其實一旦有水壩的時候 就不是浸你 就浸他 那 一定會有人出來吵 所以有時候 就是 你完全不治理 其實就更簡單 就是完全不治理的時候 那些人的怨氣 就不會指向政府的 但是 這些就是無謂而致的 所以有些從政的人 就很看通看透 就什麼都不做 什麼都不做 什麼都不做 都是被人罵 不做好過 但是事實上 是要做一點的 就是我都要說 我不是說做的 是不對的 一定要說清楚 但是被人罵的人 就不一定是他錯 我一定要說清楚 因為他們都是跟 既定程序去做 譬如 在澳洲管水壩那些人 他們全部都是工程師 他們全部是跟既定程序做的 到了一個情況的時候 他們是跟既定程序 你跟程序做 為什麼從來都很少會拿弱 因為你有程序寫了 大家同意了 為什麼跟程序是這麼重要的 就是有些人說 你為什麼不跟程序 為什麼一定要強行跟程序 一定要跟慣例 就是你跟程序和跟慣例 有很多事情 你是可以為自己辯護 你不跟這些事情 你強行去做 衰了就不能辯護 這個世界就是這樣 好了 休息一會 回來我們就說說其他事情 因為今天早上有很多事情說 今天早上還有山東的地震 待會就會說一下 德州那裡的地震 休息一會 回來就說一下華北地區 北京周圍 京津基地區的水災問題 有很多人都在笑中國大陸 這些不公道 休息一會 在不公道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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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